我们可以为项目在远程的服务器上面去创建一个版本库 然后呢再把本地上面的版本库推送到这个远程的服务器的上面 那么这样做的好处呢就是 如果你把本地的版本库呢 正丢了 在远程的服务器上面呢 还有一个备份 另外你也可以去跟其他人去协作 共同的去开发项目 协作者可以去把你在远程服务器上面的版本库呢 去克隆一份到自己的电脑上面 他可以去查看所有的你所做的一个提交 也可以呢自己去修改并且提交 那么如果你允许的话 你还可以让这个协作者呢 去把自己做的提交 推送到你在远程服务器的一个版本库的上面 然后你可以把协作者的提交 Fetch到本地 再把它们合并到项目的分支的里面 我们可以自己去搭建这样的版本库的一个服务器 也可以使用一些现成的一个服务 在下面的视频里 我们来看一下使用Github提供的远程版本库的服务